用一个愿望 点亮一盏光 让它把未来都照亮 天天的星光 温暖的海洋 那是你骄傲的远方 陌生的城市 看着人来人游望 昨日的内光 已经当忘 伤心的过往 我会陪在你身旁 度过每一个晚上 用尽我的权利 给你最美的星光 我会陪在你身旁 实现所有的梦想 明天你会看见 游到最美的彩虹 为你绽放 我会陪在你身旁 然后 bana天天要 你来了 慢点啊 好好 给我 给我稍微揉一揉 是这儿吗 对 对 重吗 正好 正好 对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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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多了 好多了 好点啊 说一说 今天找爸有什么事 我想你呗 好好好 你小子呀 自打小时候就不按常理图牌 举个例子吧 你小时候那个手特别长 你妈妈就说了 将来大起来可以当一名钢琴老师 我当时就笑 我说你从小那么贪玩 当不成老师 当了老师也会教坏学生的 是啊 这老师 现在还真教坏不少学生 天伦哪 今天办有些话 要跟你聊聊 当一个人 认为自己 无法相信所有人的时候 男人 会选择婚姻 当一个人 觉得自己 无法相信所有人的时候 女人 也会选择婚姻 这两段话 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你也老大不小了 老板 我喜欢上一个女孩子 不 我 爱上了一个女孩子 她心机善良 性格支出 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会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这感觉就像妈妈了 是 我总想用自己的承诺 给予她幸福 可是 我总都要跟她说的时候 我却开不了口 孩子 爸爸今天 要跟你说道说道 面对爱自己的人 人们往往会显得自信 当面对自己所爱的人 人们往往又会显得自卑 对于幸福 你连自己都把握不了 你还能指望 谁来帮得了你呢 孩子 听爸的话没错 勇敢点 抓就幸福 我会的爸爸 是 激点 那你我昨天我们想的 你还能够找到我了 我在那里要够的 楼子 你才能够找到他了 你还要够找到你了 你还要够找到他了 我用那他了 我来啦 丁丁 是 是是是 是你个头啊 我一名一时还是被你给骗了 看你那么单纯 骗人还挺有一手啊 不是曲哥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当时都没想那么多 我在想 如果我当时跟你坦白的话 那你肯定不会跟我在一起了 穷就是穷 能装一辈子吗 算了 好久好算吧 别呀曲哥 我对你是真心的 虽然 我现在物质条件有所欠缺 但我会去 努力去创造你想要的一切的 你就相信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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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越来越好 对吧 也不用在我耳根子边 一天到晚唠里唠叨的 烦死了 你看这丫头 对呀对呀 你赶紧吧 最好呢 快点让我抱孙子 到时候多开心哪 来来来 吃吃吃 您留意吃吃吃吃吃吃吃 Essaίζae 一个人喝盆酒呢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因为我知道你不开心 就会到这里来 那一年 我逼你把孩子打掉 你很生我气 离家出走 我派了很多人去找你 结果就在这里找到了 当时你喝得很醉 我让你跟我回家 你哭着怎么都不肯 后来我干脆 把这里埋下来 只要你一来 他们就会通知我 下一次 你来喝酒 把我一起叫过来 把他害羞 你们过了吗 没有 那他今天有什么预约 下午两点的时候 陈总的代理律师过来 还有别的吗 没了 那你回去吧 好的 下午的时候会有律师行的人过来 如果有人来了 打电话第一时间到秘书室 好的 没问题 小姐 请问你童总在吗 您好 请问你是找童总吗 我是陈总的代理律师田飞 今天约好了童总见面的 童总有交代过 您好 我是童总的秘书 我叫方梅 请请问休息室休息一下 他马上过来 好 行 谢谢 咖啡 谢谢 不好意思 田定士 童总现在正在开会 等他忙完了会马上过来的 你们童总 从来不会在这个时间段开会 就像 他不会在烤面包的时候放蜂蜜一样 看来 你和我们童总是老朋友了 那我实不相瞒 他的确没有在开会 但他现在手头有个非常紧急的事情 所以是赶不过来 你喝咖啡稍等他一下 那我相信 你会懂得公司分明的道理 如果贵公司让我多等一分钟 投资的机会也会大大降低 麻烦你转告童总 第一 他必须按时开会 第二 他必须在 好 我现在就打电话 我也不知道啊 童总不知道什么事 就让我干等着 他也不让我上去打扰 好的好的 接上我马上过去 进来 顾总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 今天约了童总见面 可他不在公司 也联系不上 他是陈总的代理律师 是来谈西郊项目的案子 就这件事吗 对 好的我知道了 你出去吧 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客户之一 所以我希望 你能够亲自去看一下 而且他非常强势 似乎 和童总是老熟人 他还说 必须要按时开会 方秘书长 我相信这件事情 你能够应付得了 不需要我出面 好的 不好意思 太医小姐 我已经联系过了 可他们的车躲在路上 请您见谅 为什么没来我不在乎 我只关心结果 所以你不用跟我解释了 咖啡凉了 帮我换一杯热的吧 好 我给你带来早餐 你怎么这么早啊 不好意思 公司有事 我要马上过去 就没有时间吃了 那你今天什么时候回来 很快就回来 那我今天等你回来吃饭 你做最拿手的菜给我吃 那我做不到 因为每个菜我都是最拿手的 那我今天什么都不吃了 等你回来 好 这是我的午餐 那我走了 嗯 那我替你打扫房间 田小姐 谢谢 你和我们童总认识很久了吧 快二十年了 怪不得 很少有人会这么了解我们童总的 不过 我们也有十年没有联系了 顾总 好 方美 你先去忙 有事我找你 好 我先过去了 嗯 嫂子 你什么时候回过的 也不通知我一声 好久不见了 振宇 童总 您可下来了 方秘书都快把我电话打爆了 陈总那边的律师已经等我们半天了 走吧 好 好 你迟到了 这不是你的风格 想不到陈总 还千里迢迢 从美国请了个律师 我本来就是美国总公司的人 亚洲分公司请我帮忙 那是应该的 听说 你已经成为 全世界最厉害的女律师 童总 客套话就不必说了 我这次来 是正经跟你谈公事的 陈总对于贵公司西郊发展的项目很感兴趣 不过有些事情 我必须先跟你确认一下 里面有几个重点 需要跟你说清楚了 我们就不能像两个成年人一样 好好地坐下来谈谈吗 你这样一走了之 我们之间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你只要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上字 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到底相信不相信我 我敢相信我的眼睛 我对你很失望 童俊明 不知道我说得够不够清楚呢 明白 那就好 希望你能够拿出足够的诚意 如果没有特别的事的话 我先告辞了 天妃 对 童总 还有什么事啊 你这次来 不仅是为了公事吧 你跟以前 真的一模一样 不过你不知道 我不习惯公事私事混为一谈 但我确实有点私事想跟你聊聊 明天我约你把一些事情说清楚 好 喂 童总 之前一直给我们供货的建筑材料商 突然间拒绝给我们续约 而且打电话过去是不清原因 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再给我们供货了 那你联系一下他们的负责人 都是以前的人 还有 我让人查了一下 这事儿 很可能是前非在表号搞鬼 好 我来处理吧 也许你已经不在乎事情的真相了 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那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误会 那个时候我们感情不好要分居的时候 你不是说要回来吗 刚好那天欣伟打电话说要过来 我就同意让他过来 一起煮个饭给你吃 然后我就不小心把东西弄到他衣服上面 在他要换衣服的时候你就刚好进来 我等一下帮你洗下衣服啊 我承认他曾经是喜欢我 但我跟他从头到尾都只是友谊 没有其他的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真的没有想到 在我们感情 最差 最低谷的时候 你对我的信任 感情 已经降温到了 无法挽回的地步 其实我有始至终 我爱的 就只有你一个 温暖城市 名字倒是不错 我是这么想的 温暖城市呢 还是会融合之前婚姻班主任的内容 以感情对话为基础 讲述这个城市中温暖度人的爱情故事 里面还会有亲情 友情 甚至是点头之情 都将会作为节目的素材 用在节目当中 如果每天一个主题 那周末的相亲节目呢 蔡总 这个我和梁欣已经讨论过了 原有的相亲节目 还是可以保留 针对相亲呢 我们会在每期节目 想出不同的主题 另外呢 夜市也会作为节目主题之一 出现在节目中 名字就叫做 温暖城市之 美味情缘 我觉得可以试试 既然大家这么一致认可 那就好好干吧 好 嗯 嗯 他当年嫁来了中国 在这待了好多年 是吗 看来他对你是真爱 最后嫁的还是个中国人 听人说 他老公 长得跟你还有点像呢 在他们外国人眼里 所有的黄州人 都是长得一样的 不管外表如何 有的人 总会让念念不忘的 你说对吧 喂 喂 你在干嘛呀 我在工作 就知道工作 你要工作狂 这两天会比较好 那好吧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要不要让那个李昊 开车接你啊 不用了 我自己打车回去就好了 那我挂了 拜拜 你真是连说谎的样子都没变 不怕被你小情人发现吗 不过话说回来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也这么骗过我吧 天飞 她是我女朋友 女朋友 那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到现在 整整二十四 二十四个月 两年 二十四小时 顾大老板 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我刚才没听见 sorry 啊 你跟俊明在一起啊 没有 你们工作怎么这么忙的 好像全公司就你们两个工作一样 刚好最近有个大项目 修铭全家负责 所以他这几天一直在加班 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工作就这么重要吗 是啊 工作 真没那么重要 啊 什么时候一起出来聚一聚啊 那干脆有今天吧 好啊 嘿嘿果然是老同学 那我们干脆就去山上吧 一会见 说 我怎么看呢 俊明 我在你办公室的时候 说想跟你说一件私事 你还记得吧 记得 你说吧 请你先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你先答应我 好 我答应 这件事就是 请你这一次 一定要耐着性子 听我把话讲完 我想说 我们分开的这些年 我见过很多人 走过很多路 去过很多地方 经历了很多事情 世界很大 我很自由 我以为这世界 没有什么事 是永远不变的 但是直到我踏上 回过飞机的那一刻 我发现 有些事 真的不曾变过 比如说 我对你的感情 天飞 你刚才答应过我要听我把话讲完 说吧 我还记得我们离婚的时候 你一句话都不肯听我说 过了这么多年 我相信你也明白 那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误会 你当年太自负了 我也是 我们谁都不肯认输 可是现在我想通了 两个人之间 何必非要一较高下呢 误会 君明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那个你自以为让我们婚姻破裂的原因 根本就是个误会 你当年根本不了解前因后果的时候 你亲眼所见的事情 可能并非是事实 那你从来没有跟我解释过 这些年 我只是输给了我的子尊心 我不愿意向你服输 直到不久前 我独自一个人度过了三十五岁的生日 我才发现 我错了 我错得离谱 我当年 不顾及你的感受 你这样一个 端庄优雅的女性 怎么能承受这么大的误会呢 君明啊 我之所以会坐在这里 并不是来兴师问罪的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只要解开了当年的误会 我们的感情原本没有什么问题 我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天飞 你知道的 我现在是有女朋友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借口 怎么样都好 你不用现在就给我一个答复 我只是想告诉你 就算你不想接受我 就算你已经把我忘了 可是在这十年里 在这么多年里 我从来没有忘过你 毕竟我的青春 都是属于你的 那我的青春呢 二位这边请 这家生意啊一直挺不错的 是啊 今天想吃什么大主持人 这边请 这边 好的 谢谢 你好二位请进 好的 谢谢 哎 请坐 先生请看一下需要点什么 谢谢 请看看菜单 什么贵点什么别客气 俊明 你怎么在这 嗯 你 嗯 我今天刚好约在这里吃饭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吗 还真是有缘 朋友 是不是女朋友啊 振宇 千万别误会 我们只是好朋友 好朋友 振宇啊 你年纪也不小了 你交个女朋友有什么嘛 为什么遮遮掩掩的啊 俊铭 你不是说 你今天加班吗 你们都认识啊 我们都认识 本来晚上呢 约了俊铭一起吃饭 没想到俊铭说他有事 原来是来接待你的 怎么叫他们一起吃饭 都不跟我说一下 我今天真的有事 只不过是约在这里 没想到碰到你们了 你好 我叫田飞 郑云以前都叫我嫂子 要不然的话 你叫我姐姐 嫂子 嗯 前妻 我跟俊铭都好多年没见了 今晚在这里叙旧 居然碰巧遇到你们 既然这么开心 不如我们大家喝一杯庆祝一下吧 服务员 不好意思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先走了 您慢慢吃 我去送他 我送他一下 主持人事都 梁晓铭 梁晓铭 他们挺配的 居民估计有什么难以置疑 你最好给他点时间 听他解释一下 没什么好解释的 田飞今天说的不一定是真的 居民我了解 他是什么人我非常清楚 他们一定不会复合的 别再说了 我不想自己骗自己 不是骗自己 而是要相信自己 我不想听了 我想静一静 我们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来得非常突然 对我来说不突然吗 你回去休息吧 我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一切 灵芸 对不起 谁啊 这不是埃里克斯家吗 他不住这里 他住隔壁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没关系的 良心 田飞 哎 可以了吗 我们走吧 这个童俊明真是太过分了 我觉得呀 我被他甩的团团转 我早就跟你说过 男人啊 就是一台撒谎的机器 这个童俊明还算好的呢 起码他说的话半真半假 一看看那个周天伦 知道我怀孕之后 就来找过我一次之后 再也没有下文了 男人啊 他们都是这样 所以说靠谁都不要靠男人 对啊对啊 李浩也一样 哎不想不想 我们好好去收费吧 我同意 走 走 谢谢你 不用谢 我只是 陪你一起去看看你的父母而已 我走了这么多年 一直在忙事业 都没有空回去看看他们 我知道他们真的很担心我的事 我再也嫁不出去 变成一个又孤独 又可怜的老姑娘 今天你能陪我回去 总算是 总算是 了结了一个他们的心愿 我只能 帮到你这个样子 没关系啊 我看到他们开心 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了 时间不早了 你也该早点休息了 今天有没有太难为你了 没关系 其实我们分手之后 我有下定决心去找你 可是当我回到洛杉矶之后 我才发现 你逃也不回 离开了美国 走得那么彻底 我也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 那个时候我在想 也许不久 你就会回来 吵架也好 发脾气也好 但至少 你会回来问我一声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可是这一年 就十年了 天飞 对不起 你恨我 我怎么会恨你呢 我现在明白了 如果我们两个人之间 注定有一个人要认输的话 那个人不如就是我 十年时光 是很漫长 但是如果 可以换回我们的重逢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有没有发现 我们俩 其实还是很有默契的 也许 时间没有改变我们是吗 我们还是 彼此最对的一个 是彼此最对的一个 我们的钢材真的很棒 我们不去争取 真的很可惜 如果据阵国际 只能依靠一家材料上来建设机制 那问题就不是他们身上的 而是我们的问题了 你说得很对 集体建设迫在眉睫 时间不能耽误 所以我建议的 我们必须尽快寻找一下新的材料供应商 说得对 嗯这是我很想 如果用不好你要告诉我 我就不定了 他的用适 我觉得还可以 结构比例也特别合适 好吧 你看这里是不是很好看 对吧 这么画的话就应该特别漂亮啊 小心 好久不见 我可想你了 啊我过来把画送回来 这是怎么了 你不喜欢这画吗 哦没有没有 我是觉得这幅画太贵重了 还是送回来比较合适 良心 我们真是有缘 你也来这边看画啊 啊 我过来随便看看 啊 你们俩已经见过了 对啊 上次我和居民吃饭的时候 刚好他和镇宇也来了 我还说呢 镇宇眼光真不错 选了个这么优秀的女朋友 镇宇 女朋友 啊 那既然大家都认识了 别站着了 去我办公室坐会呗啊 好 来一起啊 良心请 这怎么办 啊 嗯 没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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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